队阵EDG的话,我们更注意的话要是中野联动吧,然后打他们的话还是会准备点东西 我们队伍现在应该是舍舍指挥的最多吧,然后平常的话就是谁声音大就听谁的吧 队阵Fofo学生的话,就是多学点东西吧跟他 队上ZDC的话,因为我们俩都是window的嘛 然后私下平时也会1v1切磋练习,然后找对局 然后我们上路嘛,就和平发育吧,因为这版本上路也没办法磨撒起什么火花 我觉得我这个赛季打线不够凶吧,然后就是偏稳了一点 然后阵王次数稍微还是有点多 我想对ZDC选手说,这个赛季你可能要做温州老三 小法,邪恶小法师 其实是个还不错的选择 对,我觉得邪恶小法师在这个版本有一点点少 我以为会有更多的队伍会玩这个英雄 因为他面对所有这种偏冲脸的阵容 以及怎么只有64分啊 我看出来了,我们电影经理很不喜欢邪恶小法师啊 选出来小法之后 姐姐绕视野,直到眼位 先交一个Q,绕上来 姐姐还在深追这波 W都交了 姐姐卡视野的极限距离走过来 姐姐在开一个急跑 看看两个人拦得住吗 姐姐这边过来,草里作也 姐姐直接一个Q,击飞之后配合上阿乐的伤害拿到一血 好绕眼位 所以下路的兵线优势比较明显 中路想来配合,Q闪 直接交闪 有点 中路知道狐狸没大 想配合小法 框得很好 狐狸这个位置必须要交闪了 而且反手节节来了 看丰富的魅惑 他想魅惑小法 这个我帮他说一下 他真的想魅惑小法 但是对于EDG来讲 我觉得这个先锋要尝试接一下 这一波有魏跟狐狸的必杀组合 这个先锋给有点太 给机会了 但这个爱口 其实有个小法 感觉姐姐是有点难过去的 还在等人 果子被点掉了 先锋快打完了 被卡住了 姐姐要开吗 剑机先下去 武力这边魅惑也封掉了 小法现在是没踢的 他那个踢换成进化了 这波在绕 来看一下小法过不来 要不要直接把进化摁了 这个时候 Tinze要不要先把进化摁了 下路 三包一要动了 怎么办 把兵器往外拧 开大 被锁 哎呀没办法 没有人能帮到他 而下半区 AL也想做事 但是Lip和Miko走得很快 Sodat有勾的吗 没有 下半区小法过来 放先锋 但是狐狸踢中了 看到狐狸踢中了 一拉两个 情侯业顶打一套 捡起一个鹿鹿 EDG这个下路 现在只能选择放一下 让这个 姐姐坐眼 知道在打 这个位置被攻了 但是小法第一时间 一没接好 点灯路过来 准名定住 风风也有大的 姐姐这边锁没好 姐姐就过去 打了三点一闪 但Lip的位置还不错 Lip这边追贼 直接配合队友 把对方的双人数 给解决 这一波 这样小龙没有拿下来 顶级塔开大 被拉回塔下了 阿乐这边也出了防御塔 而且因为身上下半区 向阁墙勾 罪名定接勾 勾到 则力没有进化的 摆一下 超线暴闪开出来 好配合 是的 这波罪名接勾 没有任何问题 Lip有点不小心啊 他应该 就靠下面一转 又是一个E 没获到 等W消失 POPP这边有闪的 闪现果 千载优业 等一小时 小法闪现Q 哇 这一波拼贼狠狠啊 先假装回头 突然闪现Q 直接把这个狐狸的人头拿到 是的 这波中野的配合 也是打出了效果下路 直接开了 然后想锁 有灯 点到了 接勾 手里有营业大 姐姐这个位置 都没摆 最后Lip给了大 差一枪 没A出来 但是小浩来了 小浩这个位置 没任何技能 没任何技能 千载优业捏 没有预判到Maker的回头 那无事发生 反而不将为了 有灯笼 有灯笼 想找机会 过来锁 所有人登陆的这个人 但这个配合 还是差了一点 不过苏萨特能走吗 走不掉 硬伤害给灌死了 是的 又来上了 五个人 这波 这一机还要回塔下的话 就会比较危险 但小浩也来了 他挡住了 五个人 直接路路给他击飞 再一个变形 再给一个勇双 五个人 完成了对ZZZ的击杀 走不掉 这波 L就是先把 中路的兵线给推了 然后小龙去看 要不要做一下视野 正面Betty 还想A 进化 还是被晕了 打一套 这个勾 没有接上 不过侧面 位也来了 这个时候 他的好搭档 狐狸 第一时间不在身边 哦 魅惑已经诱掉了 小海还在拉车 一眼流到了 勾 勾到 但是侧面 这边魅想过去挡一下破败王 直接走和飞流泽 两边补出个AD兑换 小虎这边没有时间捡灵魂 被狐狸给击杀了 狐狸一下刷了 两层的灵魄突袭 小法这个意气能框得很不错呀 要不然自己又要危险了 主要不能让破败王捡起来 嗯 就魅美 一波还挺清晰的是 他一定不能让破败王 开减 开减 这团战也不好打 力武好激进啊 这槽里有个真言 上面火 接勇双 接魅惑 必杀连招 小法有一次天使的盾 但是力武已经出发了 滑进去之后 配合队友 先把小法人头拿到 又打了小号一个大招 加上刚才小法 是交完闪才死的 也是巧了 正好Q过来 看到一个迷路的小法师 小法师上路这个兵线 不敢带 感觉中路要跟队友会合 来野区里面直接被开了 嗯 那这样下路见机带一下 正面也不着急动大龙 处理中线 就纯转 这我踢完感觉炸了 哎 中路开了 开起来 Betty也被碰住 被涌烧 被魅惑 她的名字叫各种控制 嗯 扔个大招 哇 她那个头上 击飞 禁锢 魅惑 可以 击飞 转了一圈 弗弗还在蹲 看到了茫茫焦土 知道破灭王在附近 直接魅惑到 泽力划墙过来 还好有茫茫焦土 小法给个一 看这一勾 没勾到 力武还有进化的 一定气好稳 知道破灭王有大有闪 不凭惩戒 小浩这个位置 被Q起来 直接交闪 还有一个大招 她不敢去赌啊 刚才 不敢直接交这个大 嗯 一定气直接拉掉了 上来接团了 又是杰杰找到的机会 Q闪直接锁 这波 也开得很关键啊 是 就关键是 就关键是 整个阵容 还是那种偏灵活的 就都能跟上他 有狐狸 有泽力 正面 魁藏提一走 直接锁 跟着灯路锁过去了 狐狸又跟上了 又是 激飞进股下 魅惑 连回个大招 太难了 魁藏提直接回来了 后面往斩进去 也被斩死 泽力这边 还有超线爆闪 闪现出去划 往前一 差两下瓶 魁藏提这边想切立步 但自己有一个Q3 能切到吗 R加Q3被变养 出现在正面 又打起来了 杰杰这个位置好肉啊 他有一个灰耀美德 开不死他 反身Q一下 直接配合无双挑战 把对面的魁藏提给解决 阿乐这边 直接QW出小法的一个圈 再往前追击 身上有一枪罪名 杰杰还在侧面 杰杰又Q上去了 杰杰这边被勾 超线爆闪开出来 进场的破码王也倒 而且泽力划墙上来 马小法师也解决 做他的这个位置也走不掉 最后也被泽力拿到人头 打到现在节节 都是百分之百固先率啊 狐狸好像都不是百分之百 狐狸好像有一个头没参与 是的 而且要直接一波了 两个门牙可以直接推掉 两个人都是 只有一个头没参与 是 最后在水旋前面 交出庆祝性的闪现之后 我们恭喜DG2比0 达到今天比赛的胜利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